那么有人问我 说是再能不能保存一千年 如果说是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话 一千年是没有用机的 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让它延连一束 我们修复文物 我们老是跟我们的年轻人讲 把它当作有生命的 其实文物是有生命的 是吧 你这个针扎下去 你扎不好它就会痛 是吧 所以我们也是要精益取精 我觉得在这个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应该组建一个全国尊重点实验室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 文化资源非常分厚 是吧 价值也很高 但是在这个领域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研究的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水平 和其他同行业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通过这样组建一个 全国尊重点实验室 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 不断地骑士 能够领取更多的 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 来个共同的攻克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些难题 修复壁画确实是一个细化 那么绝大部分人员就在修的过程中 还是找到它的乐趣 能够坚持下来 假如说是一块比较受损 或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一些破坏 你当把它修好以后 能够展示到大家面前的时候 那你是非常的欣慰 是吧 你很有成就感 所以这样你肯定不会觉得枯燥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现在我们每年都要找二三十位 是吧 就是这个人流啊 是吧 游客在不断地增加 参观的过程中 对环境 对微环境有个扰度 那么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 主要的一些措施 那么现在我们说是数字化技术 那么我们先把它补充下来 原先我们这个做研究 都是要取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 做到了无数的监测 就是把我们的保护的修复过程 让大家去了解 究竟你在怎么保护啊 你有什么技术保护啊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在一个方面 我觉得就是 让这个东方文化进校园 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我们的朋友要从方法抓起 我们的费用